被警方攔下詢問 在高雄咖啡店喝飲料的男子 有些錯愕 警方依照男子說辭 找到包包內的原子筆 男子就是在高雄 跨年晚會遭直擊 和旁人發生口角衝突 鴨舌貌男 被直擊在高雄 跨年晚會舞台前起爭執大吵 男子就是拿出這一支原子筆 遭誤傳有人持刀 演變成推擠混亂場面 瞬間出現恐慌逃離潮 讓不少民眾大喊尖叫 將近四十人因為喘不過氣或擦傷 到醫護站求助 跨年晚會節目更一度中斷 警方依照目擊者提供畫面 鎖定穿著特徵 擴大吊躍監視器找人 查獲亡然 並起初昨日穿著之衣物 當晚其所持物品為原子筆 將依刑法第三百零五條 恐嚇危害安全罪前 以請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男子聲稱不知道會造成恐慌 引發跨年晚會離場混亂 遭警方以涉及恐嚇維安罪 移送偵辦 三立學院學士田翁 玉本高雄報導